歡迎,我是高教評鑑的受難者,是今天的主持人 其實還蠻不容易的,今天我們在想說到底誰會願意來聽這樣子的題目 因為外界其實有不少人會覺得說,好像大學教授日子應該還算蠻好過的 或者甚至呢,許多人會對於大學教授喜歡講一些非常空泛或唱高調的一些理論 然後非常不以為然,然後許多人其實不會很關心教授發生了什麼事情在整個高教評鑑底下 那升上教授或者是已經走過貧賤的人通常也不會回頭過來關心這一個議題 然後正在接受或者是非常害怕在等著要被貧賤的人 通常也不敢出現在這一類的場合 所以通常就是每次講這些議題的時候會來的總是可能就是比如說高教公會的 然後或者是比較不怕死的 然後就是回學校不用擔心或至少自己也已經不打算擔心 就是回學校會被記污點會被當作說是一個特別奇怪的喜歡批評學校的這種不合群的學者 那但是呢,這一個議題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這一個議題如果說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的高教 高等教育它是一個社會的進步的動力之一的話 那這個動力要怎麼樣子釋放出能量出來 那以及學者要如何跟社會上溝通 或者應該說學者他們的專業要如何轉化為大眾能懂的知識 要推動整個社會有關各種議題的理解跟爭辯 那這其實非常非常需要老師們有時間 有應該說有時間或有膽量可以走出學校跟外界落通 但其實因為高教評鑑這件事情其實導致了非常非常多的老師 不願意根本就是不想要來關心這個社會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連自己的生存能不能夠在學校繼續任教下去都不知道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去關心到這整個社會上的事情 那我們的高教評鑑大概就是20年的時間了 那差不多是需要做很嚴格的反思 在過去這20年來其實我們原本我們是學習 學習其他的國家要做高教評鑑的方式 那英國也有高教評鑑的方式 但是呢他們20年來他們有做了很大的調整 而且他們評鑑的方式會跟我們有很大的不一樣 那我們有特別著重在某些方面比如說期刊目文 然後對於書本的書寫是非常非常盤斥 而且教科書一定是零分 那而且是學校非常非常不鼓勵會覺得你不顧正業 如果你再做這一切的事情 所以一個大學學者如果嘗試想要跟社會上有什麼溝通 比如說參加折舞你一定會被認為那是奇怪的人 那諸如此類的 那我們今天呢我們很高興就是如果等一下還要有繼續的話 其實有很多議題都可以深入討論下去 但是呢我們很高興今天有三位願意來分享的學者 那這三位學者其實都還蠻勇敢的 那而且他們都知道說如果放著我要開始就是 給主持人太多時間的話講起來會有很多很多的牢騷 所以呢就是大家想一想說還是把我放在主持人的位置好了 所以呢今天要讓其他人講一點擦槍多或什麼之類的 好那我們先把時間交給這三位 我們就按照上面的依序 然後就是先由政大社會系的黃慧敏教授開始 然後之後我們在台大法學院的陳廟芬老師 之後我們再給世新大學老師 也就是高教公務會的秘書長陳正亮老師 那我們就先請後林兄開始 大家好我是政大社會系的黃慧敏 剛剛葉浩講到說很多人在還沒有通過深等或評鑑都不敢發生 然後通過深等或評鑑以後就不敢自己的事情 那我蠻幸運的我都違背了這兩年 那個2004年的時候 那個台灣辦了第一場 反思台灣的農社會科學文件制度的那一場 應該是2003年的研討會了 2014年的書書 我是那一本書唯一一個助理教授的作主 那其他都是教授 那對原因是我那時候打定主義我要當萬年助理教授 就是一號剛才講的東西 就是除非你決定不深等 那我當年是這樣子 那只是做良法我現在深等 可是我還是來了 好那個 其實坦白講這個議題 我寫過不少文章 然後之前最熱烈的那幾年也 也常常找機會就是去告訴大家 其實簡單講 當年是大家都還不知道SLCI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被罩在我們這些學者的頭上 然後我剛好一年的機會就 就花了一點時間把它研究一下 然後就到處跟人家講 SLCI到底是這次的什麼東西 因為他不該做為評鑑制度這樣 那坦白講這些都已經有文章可以參考了 我會說2014年出版的那個 《反思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評鑑制度》那本書 其實是很少的 大家可以參考 所以我其實最近都會覺得沒什麼 就是我沒有什麼新東西好看 但是我要先說的就是 在我們的文學上面 至少網路的文學有一篇文章 是我們剛上任的正大鑑長 剛上任的是研發長 那研發長就是管評鑑的 他寫了一篇文章 我會說他是讓我覺得 好我找到一個點可以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要分享的東西其實是受到他啟發 我們副研發長叫劉昌德 他是新聞系的教授 那簡單講他那邊文章的出發點 剛剛一號也有談到 就是說如果從這個 最近這個選舉大家 我才會來摺虎的人 大部分都會覺得 那個我們的同文層很厚 然後沒想到這個社會跟我們差那麼多 那我自己很喜歡一個社會學家 叫Pierre Gdu 他很強調反生社會學 那簡單講就是說 如果就反生社會學來講 你覺得研究不客觀 研究不客觀你要喊醒的是自己 你要先回來檢討自己的預設 而不是說一直找到一個工具 要磨研它去研究別人 其實你要先檢討自己的預設 那我覺得劉昌德老師的這一篇文章 對我來講的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說當我們在抱怨那個外面是 整個社會是民粹是保守的時候 你可能要喊醒的是 學術跟社會的關係 是不是已經早就脫節了 所以那個社會的民粹或是保守 很可能是因為學界沒有記到 它的生而成為的結果 這樣子 那所以我底下的分享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是當年的這個學術評鑑制度 背後在享受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現況 現在經過二十年 然後中間也其實有很多評判的聲音 那我跟阿亮 我們在高校公會 像之前展了 玉山抉擇的企劃 其實我們 坦白說高校公會 持續的在這件事情 應該做了很多年 可是我想談一下 那經過這些努力 現在現況 最後一個部分是那個 我們還可以怎麼做 這大概是我要談的三個部分 那其實簡單講 在2004年那一本書 抓出了一個概念 我覺得蠻重要 就叫做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它用這個概念來理解 整個台灣學術評鑑制度的發展 那所謂新自由主義 當然指的是強調極效 就是一切我都要 現在最極端叫KPI 但是總之就是要用各種方式 來逼迫你有效率的殘出 這樣子 然後 再來是那個全球化 其實對應到 高校平鑑制度 其實就是國際化 那 一個最直接的結果 就是 就是 以國際化的資料庫 叫SSCI 但其實它其實是一個 商業公司的資料庫 那資料庫其實是給人家搜尋的 它其實重點 不是整個要排 就排行是那個資料庫 衍生出來的功能 那但是至少我要說 這個資料庫 既然叫資料庫 它為了要可用 它包含的期刊 不見的都是好期刊 它優先是要先齊全 再來做分析 然後 好 所以第一個 我們就拿了 這個 我剛講從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這個發展 強調績效 強調國際化 它第一個就是拿SSCI 來當作一個 評鑑的標準 就是你能夠發表在SSCI 然後在 剛剛 電極器就是EI跟SCI 這樣的刊物 就好像你就是得到評值保證 那 在當年的社會科學界 這還有一個作用 就是它要 它要藉著這個方式 讓台灣的很多本土的學刊倒掉 那為什麼 因為它當時主事者的想法是說 台灣有很多學刊 不得不成 就是自己去辦學刊 自己發表自己玩 然後大家就都有發表的原地 這樣子 所以它要把它 讓它老掉 然後同時它有一個現象 是台灣的 所謂的 優質的期刊 這當然 要加一號 就是他們自己有一個界定 這優質的期刊一直搞零一共 所以 除了SSCI以外 他們搞了一個 叫 T-SSCI 是台灣的SSCI 然後 這個資料庫 收錄的方式 其實跟SSCI 是完全不同的 T-SSCI從來都不是一個資料庫 它是一個精英排行法 那 SSCI 它其實收集了以後 它有一套科學理論 它認為我可以從這裡面找出 什麼是好的期刊 什麼是好路 什麼是差的 那 所以 既然要分出好跟壞 就是那個資料庫有好有壞 裡面的期刊有好有壞 可是台灣不是 台灣那個 T-SSCI 其實就是一個精英排行法 就是他們認為說 我們要列一個名單 這個期刊的名單 都是好期刊 但是也在這裡 這個T-SSCI 其實是一個主觀的排行 它就是發問卷給大家 然後大家就說 你覺得好期刊是什麼 那你是要講個科系的 你要多大 就團結起來 就把它打高就好 然後我打定主題要搞 買一個期刊 我就覺得好 把那個期刊打定 這樣 那 好 可是 另外 我先講當時的想法 然後再來 從這個想法影響下 就出現 國際化那邊 出現一個要 一個需求 叫做英語受課 就是要老師 用英語來教書 然後 變學生能夠合計化 然後老師也 就是 其實坦白啊 接著他影響大師 對老師的挑選 在招募老師的時候 會去考慮 比如說 其實我是台灣大學的博士 那 主觀上大學會認為 那個要能夠英語教學 應該是一樣博士的挑課 所以 他可能還沒有認識 我就先到我幹掉 因為主觀上大學 應該英語 會點得上 柳洋的博士 這樣子 然後 所以他會影響選材的方向 這樣子 那 那 接下來我要談一下 發起這個 當年 2014年研討會的 這個 學會 這個學會叫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他們有一個看護 叫台灣社會研究基幹 那我可以告訴各位 當年 就是有一群人打定主義 要 要讓那個台灣社會研究 記開一個等級 拉下來 所以就 就 其實在一些人數 比較多的核心情 都在那邊動員 串聯 說我們一起把他打地 所以 果然他們打地 就被打地了 那 台灣社會研究基幹 就跳起來 就搞出這場研討會 來反思這個學術研究的制度 那 然後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這個概念 就是當時這一群 主要有 他們這個 學會 當年學會還沒成 應該由這個期開為主的 參與人所提出來的概念 我會說 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就是做到的很準 那我接下來要談 另外有一批人 另外有一批人 當然就是推動這個制度的人 第一個人叫經濟醫 第二個人是管宗明 我想現在你們沒有 不知道管宗明是誰 然後 再來還有很多 依附在這個學科的 這個是經濟學 對不對 那社會學裡面 當然也會有依附這些主流的人 希望可以在裡面 共享全力的人 那 我就不講名字了 但是我曾經去跟一個 一個很資深 當年就已經很資深的老師 我勸他不要參與 這樣的事情 然後他的回答就是說 我不做也會有別人做 這樣子 那你知道這種 這個說法就是 反正總會有一個人 會去占那個資源 那當然我來占是比較好的 這是還是重點 重點不是我來做會有什麼不同 重點是 我不做也別人會做 那就是我來做 這樣子 所以實際上他們沒有做什麼不一樣的事情 其實就是配合著這個政策 去貫徹這個整套的想法 這樣子 那台設計看還有一個主張 我覺得是值得肯定的 就是想提醒大家 中文也是一個國際化的語言 我們剛剛在講到一五壽課 但是其實中文也是一個國際化的語言 我剛剛跟葉浩去日本開了會 發現人家 我們去日本開國際研討會 結果那個國際研討會 全部用中文來對話 人家日本學者 那個研究台灣 他們研究到可以用整場研討會 全部我們是用中文在討論的 那總之中文其實也是一個國際化的語言 其實不需要我的資本 可是在這一波之下 就不是這樣 好 我很快進入第二個部分 現況 我會說經過至少2004年 那是第一個台討 所以我說那一個學會 那個研討會 其實很重要 那是第一個比較大的研討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在這中間包含高教工會 做的努力 或是某些個人寫的文章 我會告訴各位 就是沒有造成什麼影響 就是這20年來 其實我們如果 就是說一個學界的反對運動 其實沒有做出什麼東西 那所以現狀是什麼 就是現在既有的身本跟評鑑 升等就是你要升教授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 不是只有升等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當然升等 現在變得越來越嚴格 就是以前在我進政大的時候 沒有限期升等的這個事情 所以我才可以宣稱 我要當萬年助理教授 可是玩我一兩年進來老師 就開始有限期升等 所以他們不可能說 我要當萬年助理教授 然後再來是評鑑 評鑑是升等 改得越來越遠 有限期升等 評鑑也是越改越遠 以政大為例 我們現在這些 就是我跟耶浩 我們是五年評鑑一次 然後那個欣靜老師 是三年評鑑一次 然後我可以告訴各位 這個規定還很光明 三年評鑑一次你可以延後 可以再拼個兩年 那所以你如果拼到第五年 你評鑑過了 你感覺就沒事了對不對 可是評鑑周期 不因為你多奮鬥兩年而改變 所以他的下一支評鑑是一年後 所以一定過不了 對 這是評鑑制度 一句話螺絲只會越酸越緊 所以我們的奮鬥 其實都沒有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那當然其實我覺得是因為 大家不夠了解 我其實蠻感謝在座的各位 還願意來聽聽 這個大學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那另外一個大概就是 無尊英文這件事情沒有變 其實那個前面那個國際化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其實不是整個全球化 那叫美國化 那個國際想到就只有美國 然後就是擁抱英文 所以歐陸的學者 在像我剛剛講 徵聘的時候 他也會預測 歐陸的學者 不太能夠用英語教學 或是管理是歐陸學者 你是劉德劉霸的 還是要給我承擔那個美音 在正當中美音 每一個新建老師每年 要教兩門的英語授課 他一年只要教四門 但是其中兩門是英語授課 不好意思小弟在家 我在消費一下就把他幹掉 變成兩門為原者 就是留下一點點空間 那我能做的只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說 呃 為原者還是可以繼續要求兩門 但是我說 對 我們能做到的 真的很有限 那再來就是那個 績效主義 KPI這種東西 就是非常的嚴重 那 他強調的就是 量化跟客觀的 評鑑方式 所以就是 算分數算點數 然後其實在 在自然科學 理工那邊其實才 再來 接下來 剛剛是SSI 這SSI就是好文章 但是在理工 就早就不是 還要看impact factor 這叫影響力係數 你可以去看他學的著作列表 後面的話 加一個impact factor 是多少 那其實那個就是量化客觀的那種 計算方式 然後在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界 那個 TSSI以後 又推出一個更嚴格的 叫期刊排序 因為之前是 只要是TSSI就是好期刊 但是我 我已經說了 那的確已經是一個菁英的 菁英的名單 菁英的期刊的名單 現在他還要在菁英的期刊名單裡 再分 分那個 等級 這樣子 那這個其實是當美國 當面跟講 管忠銘有個對話 他誇下來後 他也果然做到 他說你們在批評 SSI裡面有很多爛期刊 那我就來搞得更嚴 我就來看impact factor 你們再批評 反正我們就把那個 TSSI改搞得更嚴格 他做到 他實現了他的承諾 那 然後 這個影響之下 其實 專書 其實就是葉浩寺 才出了一本專書 專書的credit是很低的 因為你沒有什麼期刊 沒有什麼資料庫的排行 可以讓你排行 然後就不知道怎麼去把你歸類 所以 一本那麼厚的專書 他給你的 相 相 相較於剛 那個TSSI 或CSSI 跟康務的一篇paper 那個專書的分數 經常 你如果最多的都算得跟他一樣 就阿彌陀佛了 但是葉浩剛剛講他們其實 一篇paper的分數 就是他的專書的兩倍的分數 那這會回到林康德那邊文章要講 就是說各位想一想 你們有誰會去 會去找學術刊物的paper來看 其實很少 你在書店甚至也買不到 我想是連台灣的學術來 你在書店裡其實大多數是買不到的 那可是專書會在書架上 那個書店書架上買得到 所以書本才是一個學者面對 社會的一個很好的文道 尤其就德文社會文學來講 可是專書的credit那麼低 誰會想寫專書 我坦白講我 我升任前 就當幕僚一直我沒有寫什麼專書 我打算 就是這一點看起來蠻勾密的 我打算就是我 我升任完我再來寫專書 那但是我要講說其實 這是不對的 這個就是讓學界越來越跟社會沒有關聯 沒有辦法發生影響力的原因 因為我們主要要最好的最聰明 去寫國外的paper的論文 那寫國外的paper的論文 其實這裡面還有很多余設 就是你要寫的他們有興趣 可是他們有興趣的問題 不見識我們在台灣重要的問題 我不能說完全不會有 比如說台灣最近的形勢 如果你能寫一片 可能國外也有興趣 可是不是所有的都是這樣 所以有些我們台灣很重要的問題 他們是不關心的 可是你要去迎合這樣子 好 那我進入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 沒有還沒完 對不起 那個影響還有一點 就是 這個這樣的制度還有一個影響 就是相對於研究 教學跟服務 他是沒有辦法 用剛剛的那種客觀方式來行 我只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是一個蠻會當學生的老師 但是在評鑑上 到底很會當人 是好老師還是壞老師 學生都沒教好 所以他被當完了 所以是你教得不好 還是你是一個很嚴格的老師 所以你應該是給他肯定 其實這個是很有爭議的 連我也 坦白我也不敢說 我這樣很會當人 就是好的老師 所以他們有客觀的分量 那服務更是如此 就是比如說我們來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回去說 我要算一點 這個會有爭議 那所以最後呢 服務跟教學是形同虛策 最後的影響 第二號節剛剛有講到 就是說 其實大學是這個學 這個國家培養人才的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不管是大學畢業生的人才 碩士還是國事畢業生的人才 都是很重要的 可是在這個制度下 其實我必須說 教學跟服務其實一點也不重要 他在評鑑身本上是沒有任何作用的 那這個當然就是又影響了 就是我們對這個社會可以有的貢獻 我最後 因為國小會講夠久 我本來說要做可以做什麼這邊 請先容我先割下 我最後用政大的例子來跟各位做個說明 政大在上一個校長 我們都叫土皇帝的校長的任內 他推了一個制度叫課程其實方案 那就是在這之前 我們每個老師每學期要教三門課 一年要教六門課 那在我唸台大 二十年前我唸台大的時候 台大老師的社會系老師 早就只有一年教四門課 那二十年後 政大開始 變成可以教四門課 那 第一個我會覺得這被選人很不利 因為你們能選課的範圍就變少了 但是我必須說 在剛剛前述的這些體制下 我會說老師們的階級地域 跟同學們的階級地域就是不同 他是被整個結構壓迫著 因為對我們重要只有研究 教學是不重要的 所以 連我都覺得應該要降低 我必須說他們連我都覺得應該要降低 要不然我們出去 人家用同樣的詞來衡量 可是明明我們是法科目的詞在教學 那其實 周行醫校長推這個制度的用意非常清楚 他就是要我們好好做研究 雖然他名字很好 一定要課程精實方案 好像是要改善教學 其實不是 他是要我們好好做研究 我只舉一個 這個制度裡面的一個設計而已 他說你如果科技部計畫 申請的蠻好的 那你的授課時速出 剛剛是全面這樣的 美學年四門課 但是你的科技部計畫 那個申請的成果更好 這是研究 你可以降成三門課 一年只有三門課 然後一年三門課 合乎這個條件的 你可以再去跟學校做延伸 我可以再一個學期把它交完一 然後所以我就有一整個學期 所以他用意是要做研究 所以他用意是要做研究 因為為什麼 如果他那個裝置教學 怎麼會容許一個老師 一個學期把三門課交完 你讓我分散 上學期交兩門 下學期交一門 不會交得更好嗎 當然 這樣會比較好 對不對 可是他就設計了這個制度 要你可以去申請把三門課 集中在一個學期交完 就可以一個個學期做研究 所以簡單講 這個就是 正面學術評戀制度 造成的結果 然後我會說 到現在都還是在 在各個學校在發生的 敗壞搞獎的體制 然後犧牲學生的權利的現況 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非常謝謝 鳳梅老師 我做一個小小的補充 其實 剛剛所講的SSCI 那個 原本它就是一個商業組織 那 作為一個 就是 就是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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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題目啦 人影檢索使用而已 那它原本是跟 品質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而且 很多好的期刊 是沒有加入SSCI的 特別是歐洲的期刊 不加入 包括英國的期刊 也不加入 所以呢 選擇SSCI 基本上 就已經本同 就是選擇了 美國商業界 他們就是 有富補 其刊有付錢 加入 SSCI 這裏面的東西 在台灣 就被當作是一個 品質的保證 然後就變成 要所有的老師全部都去 寫 這一類的文章 那 寫這一類的文章 剛剛鳳梅老師有提到 就是 它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方法 以及研究的內容 方法 方法一定是 要採用美國的方法 美國喜歡的研究方法 然後 那才是 能夠出版 SSCI的 唯一的方法 其實簡單講是 做量化研究 然後盡量不要寫什麼 太理論 太思想 太哲學 之類的 所以呢 它其實是 不只獨尊美國的 學術的理解 它還獨尊一種 特定的 科學的 或者是 社會科學的想像 研究的方法 然後 在這樣的一個方法 底下呢 我們就很多的 跟在地相關的題目 不能夠研究 因為你研究的話 美國人沒興趣 對不對 研究台灣的很多東西 美國人沒興趣 所以 策略上而言 會逼迫 我們這邊 想要讓美國 如果在社會科學界的話 我們這邊想要在美國的期刊 要被 要能夠刊登的話 我們通常 我們就是簡單的 就做量化 民調數據 統計的量化研究 去檢測美國人的假設 就這樣 然後呢 就不會理你台灣自己的問題了 台灣自己的問題 所關心的等等 這些東西都無關 然後 然後 那這會造成一個 很清楚的一個書寫的策略 或者是 為了要能夠升等 或保住自己的飯碗的時候 也就是 全部的心力 全部都要投入 要去想說 美國人想要看什麼樣子的東西 然後只能夠用他們能夠接受的 量化的方式 研究的方式 然後就是這樣一面倒的 如果說我們有一代的學者 都被逼著要去寫這類的學術文章的時候 那意味著他們必須要放棄 跟台灣相關的很實際的研究 然後把整個心態跟策略全部都轉移 去寫這類的文章 一直到升等或者工作保住了之後 你才可以回頭過來關心台灣 就會變成這樣子 意識至少是要這個樣子 所以它其實有蠻大的影響 好 那我們 時間現在交給妙芬老師 我有一個方法 稍微整理一下 因為我把 我把今天這個主題啊 以及生後者五 還有我高中工會會合作 辦的系列冷台 還有包括第四場在高雄市 2月11號跟三比書店和工會合辦的 那這四場 還有接下來可能還會規劃一些研討會 我把它當作是一個延續 我一直在做的法哲學研究跟法治 文化治理的一個 就是算是還蠻大的一個 研究我可以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總是覺得我們還在讀喔 如果沒有很好的生產書 讓大家看得懂 而且願意去看 而且它有足夠的知識 還有附的東西 其實沒有辦法說服 在雲端上面的高腳人 除非你說的比租金醫藥有道理 你現在可以講出比管周銘 講這些什麼SSCI 就是想要信奉這一套制度的人 包括我的同事啦 或者說我們在做大家的同事 就是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更長遠的一個研究 然後有足夠的產出 其實光是彈字 沒有辦法讓大家繼續Follow 然後甚至像大家只是因為看到一個海報就願意來 其實社會上的關係 而且便利投入時間去注意的人很少 因為他們會覺得跟自己有關係 可是我覺得 為什麼這個東西跟我們每個人切身 好關係 可能等到我們能夠做出一點成績的時候 我們大概都已經不知道在哪裡了 我覺得其實是真的 我今天很高興看到有博士生 有建宗的歷史老師 因為他是 如果沒記錯的話也是建宗的老師 對 因為他來過飛動 我們有一個台灣高中哲學教育對方學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做的事情 如果我自己想說我如果能夠參與到 能做什麼是下一代 那我真的覺得台灣的下一代才是整個 包括高調整個文化轉型的希望 因為年齊的世代他們脫離了威權 他們不再威權的那個時期受教育 然後而且越拖越久 包括現在的高中生 我就覺得他們真的太聰明了 而且很有想法 當我接觸到他們的時候 可是我們的制度啊 我們怎麼威權我們包括轉型的文化 我現在都不太敢把轉型跟正義連在一起 因為我怕到就會想到這個初轉會 但是我真的覺得 就是因為我們的高校也在整個威權 整個轉型 這個文化轉型裡面 還沒有辦法 還沒有辦法真的走出威權 所以其實 其實有很多的問題都跟整個法制要從 過去威權 然後轉型到真的民主上有關 那我就用我的拋款來講說 我目前也就到了一個進程 然後我之所以有信心可以做演 就是因為 還有包括可以跟大家交換意見 是因為我覺得我的經驗也算夠 但是我今天不會講太多很細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我簡單說 既然我說是威權到民主 我們的轉型沒有再推動 最高教嘛 我覺得這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它就是已經從整個過去 整個包括戒嚴更早 然後台大是在日治的時期就成年 這樣看這樣子的學術的 這個學院的文化一直到今天多久了 所以不只是平靜二十年 其實有現在比較歐美的國家 包括德國 他們其實三年五年就在反省 那為什麼 表示有很多的既得利益者 或者說他這個意識上 他有辦法從威權轉過來的情況下 他不太知道說 原來這個高教的 連帶整個包裹式的這個制度 其實真的已經跟時代 跟國際社會整個拖起了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說 這個其實是有些人在不想改 或是說他改 他做的事情其實是法律定的再好 或是校規定的再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真正問題是出在人 所以我不會講得很細 是因為如果真的要講 你就會講到是誰誰誰 做了什麼什麼事 投票為什麼這樣投 然後他跟我講了什麼話 說他跟誰講了什麼什麼話 大家都會有這樣的腦騷 但這種東西就只能由小說來寫 因為你如果說是誰誰誰 那因為我們現在法律還有校規 高校的一些法規規定 他就是會躲在一小區的 Incomity裡面 所以再怎麼樣 你就算訴訟打贏了 但是你可能活可以就是 你沒有辦法找到一個 真的可以責責 所以這叫什麼 就有事無恐 就是他可以霸凌你 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但只要他今天是政教授 只要他今天是在教評會 只要他今天是評鑑委員 或者有一個制度非常好 非常奇怪 就是他今天變了免評鑑教授 我不知道鄭大師是不是也是有這樣 我做了一個比較 我發現中年越來越有 所以為什麼研究很 我覺得很重要 我可以繼續努力 就是說 我想要把這整個點跟線 還有過去跟現在 把它做成一個面 是一個有立體的 甚至一個有空間具體的 那我可以告訴大家說 台大這個規定 怎麼跟中年越同樣是在講 研究論文的標準 那為什麼中年越承認外國論文 而且沒有什麼特別的標準 那中年越還不夠國際的話 還不夠在學書的前面嗎 那所以你台大這個規定 是不是要改 例如這樣子的 所以我就真的找到這樣的資料 而且有時候你要像我們家 要常常跟 就有要討論的機會 比如說 比如說如果學校規定了 某個學校規定了 為了什麼原因 我知道 某一些人就想出一個規定 就是說 論文 如果是 剛剛講TSCI 然後講國內人 想要確立自己 在國內的這些什麼 打國內期刊分出的這個權利 那我們發表國外論文 總國計畫跨領域 那應該很不錯吧 會被肯定 那他們就會想出一個辦法 譬如說 發表在外文期刊 字數要一萬五千字 然後我想說 蛤 為什麼 看起來好像是為了某個人 而定了規定 那我就會去跟我在中原院認識的 那個同事 或是已經留學回來的同學講 然後他就會說 蛤 怎麼可能 教育部規定最多最多就是一萬兩千字 然後我再去問一些我認識的外籍教授 在台灣教書 那我就問 欸他特定教書 其實他都寫英文paper欸 因為他根本不會寫中文paper 可是掛在台大某個系 他們就因為他就是國際化分出就一刀 好 那我就問正德 我教育部說 欸我突然想到 你有那麼多英文的paper 而且都是這麼挨的 請問你一篇字數都多什麼 他說四五千字 五六千字 了不起八千字 喔 我就想 你看這種東西要細到 你必須講出來 你必須找到 然後在研究上面 在我們的討論以後 陸續把它揭示出來 這樣整個把它連結出來 我覺得就會讓我們發現說 整個凹角的把平面制度引進 整個教室平面 本來是要淘汰不適任的教室 但其實它變成更鞏固原來 沒有辦法再跟國際說 他們要推什麼國際化 然後又要什麼教學卓越 深耕什麼 剛好都是反對這些 在推的這些台面上目標的人 他們握有權力 所以他們反而是將 讓這套制度將固化 最後其實就骨固了一大圍一群人 有些人他不是真的在全力不合心 可是他必須依附這個制度 那所以可見 我就說 我為什麼沒有辦法說很細的原因 就是說人的問題 那可是我想到一個辦法就是說 我們總統一直講人人 我們還是要從法制面去要求他們可以改 那現在轉型跟正義界已經是越來越困難了 我就要講說 可是有什麼可能性我們會在未來 這一年兩年恐怕會很困難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要開始做 我先打個叉喔 快一點 剛剛苗芬老師講的是 有關字數的問題 通常如果是在社會科學的話 國外的期刊 就是SSR期刊的要求是六千到八千的字 就是正常 如果你寫太長他一定會要求你 他們通常就是希望你差不多六千多個字 才是正常的 但是就是有人寫到這樣的字數的時候 可以看出來之後 學校會要求說他要一萬五千字以上才算分數 那意味著其實沒有這種期刊 所以他的發表都要算零分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的 那這個是 就是 苗芬老師刻意不講人民 不講這些的事情 但我們可以猜 可是呢 這種狀況其實常常有的 反正錄影我也怕 就是 就是 我進去學校的時候 進去正大的時候 五年的時間 升等標準調高了三次 我升完了之後就降回來了 那這個是 當然我是比較沒有人緣 所以 這個是活該的這個樣子 而且 剛開始為什麼一直調呢 就是說 我們的標準 我們系上的標準是 學校最頂尖的科系 所以我們一定要比學校的標準還高 所以 那就調到學校的升等的兩倍的標準 然後 我升完了之後呢 就說 欸 學校要求說 全校的每個科系都要一致 所以就又回到跟學校一模一樣了 好 所以 諸如此類的這種事情常常會發生 那 不管你 就是 它可以說是 我們在設計一個制度 但可能只有某一個人才用得到那一個制度 所以 這有時候很tricky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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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上的說 我不是因為你啦 但剛好就只有你一個人會用得到 就是如此類的 好 好 我們再交給點問 還是真的需要就是 學校老師 公司技能老師多出來講 因為真的 裡面狀況 大家其實不在這個圈子裡面 其實不會知道 而且又因為研究領域 都很細 所以一定要有人跟他出來講 我們才會知道 你遇到什麼事情 然後 然後到底這個規定是怎麼 以後就是 我們 就是一起把他成立出來 那我很快想說 我怎麼樣正向去看過 我們把能量集中過來 我們可以做什麼 可以在政治上 在學術上 在文化上 各個領域 怎麼樣去推動大眾 一起來關心 就是說 其實這整個可以從 憲法第十一條 大家都知道 學術自由啊 大學的資質 教室評階要有一個法治基礎 那我要說 這個 其實有很多的學者 也已經在 都在工法領域 在寫這個 大學資質的問題 然後視線有 我列了這些 然後包括學生 特別權的關係 都有識字出來 然後第三 八零號 這個很有趣 它其實在講說 大學資質的目的 它其實要保障 學術自由 好 那然後又這個 又跟原來的德國基本法 有關 那我想這個 就先挑過 那162條 11條 剛剛是一個大 最高位階的規定 關於大學的資質 要保障學術自由 那126條 就是一個法治的位置 因為大學的自治 如果都變成 大學的人自己定法律 然後人治 那就沒有法治了 所以我要拿百分之 要從整個法治面 重新去檢討 這樣才會讓那些 想要靠去改變的人 他沒有話說 因為這個怎麼定 然後都不合理 他們就是要修 然後要怎麼樣 有一個參與的機制 校務會議 我看那個其實是 高教評鑑中心 也有 他們其實也有心在做研究 最近2017年有個報導 說他們 憑藉各校 發現校務治理 很多 他當然沒有去指責 挺端那些排名的學校 然後問題好像都在比較中間 或後面 比如私立學校 他就在講說 你校務治理 你那個如果不民主 都是你那幾個人 都是行政代表 在開教評會 類似這樣 或是下去台大校務會議 的組織已經那麼久了 一直在被說代表性不夠 然後我就真的去比較 國外的部分 我覺得真的太落後了 我們怎麼會讓行政代表 或學院代表 把持住校務會議 這完全都不符合現在 最新的國際標準 比如說 在德國 他們的校務 所謂校務會議 他們還分成那 議會 學校的議會 學院要議會 然後他們那個代表 起碼都要一向外部的代表 而且他要女性代表 還有持工代表 學生代表 而且老師代表 通常只佔這 所有的二分之一 而且還規定行政 比如說校長去參加 類似的校務會議 或是主任去參加院務會議 只能參與不能表決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規定 你今天校長 你今天院長去參加 台大校務會議 參加政大校務會議 私立學校一樣 如果他們沒有表決決 他就沒有辦法直接干預老師 起碼要做到這樣 那所以現在大學自治變成 大學人自治而不是法治 那就違背了憲法162條 所以這是我們可以大大去討論的 就是公司立的教育文化機構 依法律生活教育監督 這才是大學自治 不是自己人治 自己解釋 好 那接下來 我就會談說 有一個比較快一點的 就是 為什麼我覺得要盡量去談這個法治 這個圖 大家看一看就好 就跟那個正義論 羅爾斯 這些討論法政局有關 其實最主要就是 要讓大公民 還有學校裡面師生 都能夠 包括現在研究成大學生 他們也進入這個學校 他們 我們就要善用他們 可以公共理性討論的 這個思考能力 所以他們去參與到結構的運作 讓法治可以真正的落實 大學才叫做真正自治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還是要回到 一個正常的參與的 平等參與的方式 然後 我就提到 這個是之前我在幫處轉 會做一個研究的時候 我在講說 他們其實 比如說在做人事足夠 從威權到離主轉型 第一個要討論就是 學校教師 各級老師 是人事清查跟足夠 因為老師就是 影響傳播意識形態嘛 最重要第一線的 那他在威權時期 如果他都可以安然無視的 那表示他就是跟原來威權的那個 那個什麼史觀啊 什麼意識形態 就是最麻吉的啊 所以他不會 他不會被怎樣啊 所以 德國的人事清查 東歐人事清查 第一國一定是先找教師 然後法官 就是 就是你清楚可以辨別 這個神 好的 惡法的 是違反人道的 把猶太人送去植中林 如果你能避免的話 你應該避免 就是他們是先找這樣子 有清楚辨識 法律是非的 這樣的人來做 人事清查跟足夠 那在台灣 我認為這個真的是 人物求疑 現在不太可能說 我們找 我們來清查 那個高教的 整個結構裡面的老師 然後他過去是不是黨人 然後他是不是 因為現在民進黨自己書成這樣 他要做這些事情 自己的正當性就不足 那很可惜他錯失了 本來有可能現在要推的什麼 因為主委辭職了嘛 那個組展會的主委指示者 但本來還計畫說 今年底就要開始邀請 聯合國的轉型正義的專員 然後明年六月呢 就好大家來幫忙 做一個台灣轉型正義 跟國際的社會的對話 然後會請很棒的學者來台灣 然後就會有這樣的討論 結果呢想不到 因為我們能夠 誰對誰擦擦擦 可能用錯人了 步調也錯了 所以整件事 本來一年前是 以為明年就會有一個 台灣的轉型正義的一個 國際對話的一個契機 就想不到 我看現在誰的選舉選出 大概就整個都泡糖了 那主委其實早就死了 那我要說的是說 即使是德國或是東歐 他們在推教師法官相關的公務員 高階公務員 他們做的是很細 不是很粗糙說 我給你一條線拉下去 他們其實很重視個案審查 而且還要能夠證明說 你這個人在你的位置上 你是真的不會遭受到什麼樣破壞 而你是自願做的 那如果能夠證明的話 那他們才會做個案的這種出動 就是你就不能 不適合再擔任公職跟老師 這樣 然後他們至少有這五個 條約跟法律 他們是定的非常嚴厲才開始做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想要舉出來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大學的改革 這個包括平面制度的轉型 要做也要做到這麼細 否則就社會公分一會 做半套 就今天沒有效果 那我現在想出來 整個法治的架構是這樣 可以讓大家就是想一想 今天大概沒有辦法談很細 就是從剛剛我說憲法十六個 然後依法而治 大學自治一百六十二條 再來呢 有教育基本法跟科技基本法 那我要講的是說 現在教育高教這一塊 基本上都是教科文要連在一起看 那台灣現在的法治是講 科技基本法 所以就陳良基部長 就一直考科技AI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教育基本法呢 就這部法其實也定了 當時定理應該還算蠻進步的 然後那教育基本法 他就各自回正 然後現在呢 鄭麗君部長上台之後 又很有理想要繼續 把文化基本法推動 但文化基本法 我覺得這個蔡政府他有一個很大的敗筆 這個文化基本法是過去國民黨 現在就一直在改的 一直要推的 他其實是有社會的參與共識的 但是呢 蔡麗君部長上來之後 他也很努力的開了什麼 全國文化會議 你記得嗎 2016、2017 然後去年有一個還錯版本出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送信律法院 就遲遲就是不去推這個 這麼重要的基本法 那我要說的重點就是說 整個高校的 包括我們今天談的問題 如果真的要改 教育基本法、科技基本法、文化基本法 要把它放來提供 就像現在聯合國的 教科文組織 還有包括我找的一些法國 還有其他 他們在談高校改革 這幾年推動很多 儘管他知道馬克宏 他有很多的主力 可是怎麼去改革 他們通常想的都是 把科學、文化、教育 是放在一起的 就是教科文是不可分的 想想看現在高教出來的東西 它生產到 是不是影響到教育 對不對 中小學教科書 然後其實都是教授跟研究師 在承包嘛 在寫 然後會不會影響到文化 會啊 文化基本法 你看很多藝術性的大學 不過老師寫的東西 都是創作需要保護嘛 我們的著作 我們的研究 到底誰來評比 然後補助為什麼是這樣發 現在是科技部自己發 一套什麼深刻跟玉山 但他跟文化基本法 未來這個草案要定的東西 內容他必須要銜接 所以我比較理想跟樂觀一點 就是說 未來這個大學法 因應文化基本法 他必須在這個架構裡面 做相應的修法 怎麼說 因為文化基本法 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他就是為了要跟國際的 國際條約 文化相關的國際條約接軌 教科文準則這些 所以他其實有一個叫做 公民參與政策形成的常設機制 他很強調平等的參與 那大學法他只有在2005年之後 就把幾個領頭大學 包括台大或政大 一開始定的教師評估 想要這樣更強化高教的治理 這些辦法 直接定在大學法某一天 就是說大學可以設立什麼評券制度 來什麼 作為什麼 教師的聘任等等 這樣子的一個依據 就這樣就沒了 但就跟我剛剛說的 我們比較各國跟高公 其實我們也比較自己中研院就好了 就發現各大學 在落實大學法這個規定的時候 其實就是各自委證 自己開開校務規定 然後通過一個辦法 就延伸了非常多的問題 那未來文化基本法 我是希望說 可以盡量讓他趕快過 然後呢 落實他第九條的規定 然後把他跟大學法放在一起 要求立法委員去推動修法 那我希望不同的顏色站檔 都可以 都可以有 都可以接受 然後剛剛那個表大學法 然後剛剛整個教育基本法體 下班也會簽動到教師法 所以這個修法會是連動的 這個很氣 我可能在演討會 才有辦法一步一步去看 那現在台灣根據剛剛我說的那個 沒有文化基本概念的 然後也沒有國際教科文的那個 這個時代的這個整個發展的 這個進程監督之下 這個台灣各大學 依照大學違法設立評鑑制度 這樣將近二十年以來 基本上他的程序大概是像這樣子 大學的校務會就自己通過評鑑準則 然後各學院再根據大學的 這個評鑑準則 然後他訂組織跟程序 然後照評會再次審議 然後這個部分呢 就出現了很多規定的奇怪現象 那我最後就講哪些奇怪現象 第一個 有些特病教授 這是為了給大學教授加信用 但是有些特病教授 你們相信嗎 沒有任何一個國際信用 這個請大家幫忙去找 你只要Google他們的著作 因為我真的有這個需要 我就可以Google一下 因為我想說 我寫了萬和諾 為什麼遇到困難這麼大 而且都是我的靈域很好的期刊跟專書 那我就看說這個挑剔我的教授 他是特病教授 他有沒有國際的發表 可以給我做參考 我發現他們沒有任何一件 然後再來第二個奇怪現象就是 申請免評鑑的標準比一般低 然後我們是從免評鑑的教授裡面 再選評鑑委員 就是說他是一個等級化的 所以他很容易造成學法少數人 控制人員的評鑑結果 這也是很奇怪的現象 評鑑委員會竟然沒有外部委員 那這個中研院其實也有社外部委員 他們至少要兩個 然後第三個就是論文抄襲事件 一直在頻傳 大家覺得台灣有個 透過什麼什麼I的制度 還有評鑑這幾年這麼嚴格 我們真的有國際化嗎 老師研究的水準有大大提高嗎 這個有嗎 哪有可能 我發現其實 因為台大今年建制90週年 可是選出來代表性的著作 其實都是老一變的老師 所以老一變的老師他們 他們願意花時間去寫專書 可能是因為他們沒有這個 評鑑三年五年的壓力 他們一輩子可能只要寫一本 好的教科書 或是一系列好的 他的專業領域的一些文章 那專書 然後也不用經過什麼什麼 匿名懲查在當時 那他們反而自由的去發揮 所以這個制度本身抑制了台灣的學術自由 所以簡直是跟憲法要講的東西是被告而止 第四個我用紅色標籤 就是說 你平鑑的為了自己 沒有專書論文 沒有外文論文 我是說這個奇怪的線條存在 但他卻有資格去評鑑跟否定 受評教師的外文發表論文 然後還要求說外文的PRD5 要比照台灣一級期刊 匿名審查 這就是非常非常奇怪 然後匿名審查不用明定 然後評鑑委員說了就算 那第五個奇怪的線條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法治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設計就是 申訴 公務員如果受了委屈 他也可以去申訴 然後現在大家也都可以去申訴 對不對 可是申訴 這個我跟食物界律師界討論過 他們都覺得這個是台灣 現在制度上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申訴然後把原來的決定 駁回去之後 但是都是有同一點在決定 那你們覺得他會做 他會認為自己做錯 然後就讓你過嗎 不會啦 所以這叫造成律師界說 這叫行政霸凌 所以他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 做同樣的決定 所以申訴的制度必須要改變 這個應該可能是現在最有共識的 因為這個道理很簡單 好 然後第六個是一集期刊的配稿通知 沒有完整的審查意見 這個以後 戲到這個時候 可以再付那個 仔細我看到的那個佐證給大家 然後還有第七個 蠻有趣的 大家會看到一些傑出獎的教授 對不對 那我聽到一些 有些人告訴我說 其實那些都是他們自己人開會 然後給誰給誰 然後第七個就是在說 評選獎勵學術著作 有優等或傑出 目前大部分是學院自己內部省就好了 那就是他自己人省一省就好了 那也跟現在至少中年院的標準不一樣 因為已經有外部的委員 好 那第八個就是發表求快 大家其實不寫專注 CP值太低 這樣的品質 好的品質的專注似乎越來越少 其實對教學跟學生 學術發展非常的非常的不一樣 而且這個累積累積太多年了 這真的要去重視它 然後最後就是一個奇怪線上就是 我那個品質如果最晚三年五年 會延到七年 那你規定他這樣這樣這樣 可是呢 你在這段時間 你是不是要需要準備參加國際會議研討會 你要都跟這個同領域的人討論對不對 然後你可能要開課給學生 然後教學相長吧 然後甚至參加一些政府或是NGO的會議去做諮詢 其實這些都可以有助於提升研究的能量 可是這些通通是浪費時間 所以評鑑 這些怪現象 統結到最後就是 大家普遍不願意去做這些浪費時間的事 可是最近 Joseph娜拉斯不是來台灣嗎 這個法治檢查德軍 你會發現國外的學術機關 其實是在 像英國 像牛津或什麼 他們可能競爭也非常的激烈 歐美的競爭現在也是很激烈 可是有一件事情 他們的評鑑也推了 也推 但他們是為了讓老師知道如何提升 而且是鼓勵他去進修 而不是做唯一什麼續品的依據 因為這樣就會造成我說 人質跟學法排法起來 他們就有可能全力集中化 那就會不利於 其實這蠻簡單 不利於學術自由的發展 因為年輕人更了解你們 要做研究 現在就要看 欸 教授 然後要什麼什麼 所以有很多新創的研究 你就沒有辦法願意去做 好 那這剛好跟我們知道這些知名大學 他們這些大師 都是參與年頭會 不斷對話 不斷浪費時間 才寫出好作品 那我背道而起 那我有幾個建議 就最後這五點 第一個就是 假如從法治裡面整體來看 第一個我覺得 我覺得拉到博士班 因為還是要減輕授課的壓力 才有辦法好好的做研究 但是我們為什麼 從我進到台大第一年 我們就覺得博士班 要很重視他 可是我們的老師 都不太重視 改革台灣的高教 那不斷的 我們的人才那麼多 可是台灣的博士班 大家要就讀意願那麼低落 資源又少 也不能代為授課 不像你去美國留學 可以幫老師上課 我們為什麼不好好善用 我們這麼優秀的年輕人才 讓各位以後 上了碩士班 然後上了博士班 裡面有一個前景 說我可以幫老師上課 對不對 上大學補接的一些課 應該由你們來帶啊 那這樣的話 老師的教學 負擔不是大大減輕 那現在頂大跟玉大計劃 如果我們那個文化基本法精神 修法把它貫徹了 那這些計劃就是牽涉到分配爭議 你這些資源分配 必須重新要大家參與來討論 那我第一個要講的就是 其實就是應該分配給博士生 讓他們來分擔教學變成勞動力 平衡的教學勞動力 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跟教師拼任有關的 應該要按照剛剛說的那個法治啊 基本法什麼的 就是要避免有既定的才華來掌握拼任 要避免升等權利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必須要先有教師組織監督 所以其實我滿開心的就是說 高雄工會也真的是成立的事實 雖然只有根本十年 七年 我記得第一屆成立大會是在台大的 那個新人院區 在萬財館那邊辦的 哇 才七年 所以這麼年前 你們知道德國的類似的組織多久了嗎 德國這個 這個教師組織監督機制叫做 Hobstrufebund 然後可以把那個德國教師協會 或者我把他叫德國高教聯盟也可以 他們有兩萬五千個老師大概 然後呢 他們 他們在納粹時期 1936年被解散 可想得知嗎 因為他們是靠組織的地 然後1950年復會 所以他們的歷史又遠太多 但他們走得非常的穩健 所以要有一個強而有力 廣大的教師組織監督機制 然後未來就可以根據基本法的精神 然後直接佔有代表去參與那些立法 包括平建方 或者博士班或什麼什麼 他們是連博士班的入學 或是說起來 我還是要講一下博士班的考試其實也很不公平 有時候要看哪個老師 那個老師如果那個剛好得罪誰 那老師不是要迴避嗎 所以你的學生就考得上博士班 欸你聽得懂嗎 就連篩選博士班 這樣稀小資源就還是有學嗎 跟派系在操作 那這就是人的因素 你辦法規定的再怎麼樣 但是你的委員考試 你真的一定要有教師監督機制的代表 才行 好 然後第三個建議就是說 那就要填掃 校務跟教評會組織 師生平等的代表 那這個其實陸續我會談到 跟國安法復是今天嘛 就其他場 會談到其他學校他們是怎麼設計的 那第四個既然現在都有基本法 還有我們剛剛說到的這個整個法治 已經太成就了 必須要檢討 那德國最近一次改是2013 法國現在也正在改 所以呢 而且人家都是不斷在檢討 那我覺得我們有絕對絕對的合理性 合法性說應該要暫時的暫停評鑑 在兩年到三年中間 如果這個修法立法沒有通過前 那因為沒有參與機制 所以這個等於是一個沒有依法而行的大學自治 那我們應該有點要求這個暫停評鑑 一段時間要年到三年 那並不是說取消以後不做 因為國際的虛實確實是在做正向的評鑑 好 那取消免評鑑跟虛評鑑等級教室 也是現在目前就馬上可以請要求去做的事情 教育部啊立法院都可以 然後最後呢就是我一直講的學術獎勵 要建立外部居程機制這樣子 好 那教師組織監督機制呢 真的是公愧 所以這幾年他們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問題個案 也做最多的研究 那我真的是很忙 然後希望說未來機場 我可以再把其他國家的資料跟大家分享這樣 好 非常謝謝苗本老師 其實苗本老師想的 他的切入點就是要讓我們整個高校的體制 包括評鑑的體制能夠合乎憲法的條文以及民主精神 那也特別的輕輕點到了 其實設立這一個制度的跟運作這一個制度的人 剛好就是以前在威權時代的成功人士 那他們還是就是 所以這裡有一個高校的問題其實有跟一個民主轉型的問題 其實它是有相關點的 但是苗本老師很輕很輕的提到了這件事情 好那我們把時間交給崔監督老師 謝謝大家 那我叫陳正江 目前是在SC大學社會辦理就所服務 那我也是高校公會的民主長這樣 那我講一下我大學的經驗好了 大學是念東海大學文學院第17年 那你知道我們東海就是不時的見煙火嗎 我在念書的時候 我的老師是一個德國留學回來的 叫吳昌志 教了史學史 那 他突然有一天在教哈伯瑪斯的時候 那時候教哈伯瑪斯幾乎沒有人在教 他就來教 突然以為就是一個什麼idea 他沒想到 沒想清楚 然後就看著我們那個教室的窗外 就是我們教室窗外都是樹嘛 就這樣看 待了大概五分鐘這樣 這就是我們那個時代的老師 他在想一個事情 他就想嘛 那就是這樣在思考問題 那很專注地思考一些問題 我2004年的時候畢業 開始找工作 我們就到四星去應徵 那很幸運我就應徵到四星的工作這樣 我們在學校有一個叫做新進人員講習 就是 類似新生訓練這樣 那 就是坐在我面前 就是我們那時候校長 用羅風燦 他手上拿一張表格 就是我們幾個新進人員 然後有說 誒 正亮啊 你是社發所的 你們去年 TSSC的發表幾篇 你們要加油喔 你們跟其他的科系比較起來 落後囉 那你們的國科會計劃申請多少錢這樣 就拿一張表格 我知道說 我那個老師看著窗外思考哈東馬斯的年代 已經徹底消失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說 嘻啊 嘻啊 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樣 那這就是一個 新的 時代的來源 就對我個人的感受 當然憑見證照我 養心的事 然後 那 所以我感受到那個東西 算是非常強烈 但是我就 在這個意義上 重新思考說 以前像東海大學那種 不是人間煙火的 呃 跟社會隔絕的 這是我在掛號中講的 好 那這種狀況是真的存在的嗎 好 那我個人認為他 他其實是 他是跟 他跟社會有某種特殊的關係 我們不是跟社會沒有關係 我要講的是 一般國會認為 知識的生產 真理的追求 會被認為跟一般的社會利益沒有關聯 這是我們假設的 我們假設是這個 校友跟他圍牆 他圍牆這樣 那 或者說知識生產的活動 是在追求一個普遍的價值 跟特殊的利益沒有關係 它不是特殊性的 它是普遍性的 它是普遍性的 這樣一種原因 但是其實你看我們社會學家 這個斯伊蘭米爾斯 他在1959年的時候 他就在社會學的強調裡面 談到一個就是說 學法 學法其實是 學術圈裡面的常態 是常態 學法完成它內部任務的手段 主要是給年輕人忠告 譬如你要進國師委面忠告 提供你將來可能的職位 還有對你的推薦性 深等的推薦 那指派崇拜者書喜 也寫書 寫書品 批准論文或書本的復印 分配研究基金安排或政治交換 專業組織內部 以及專業雜誌社 電視的職責 這些手段可以決定聲望 那聲望又是學術事業最重要的秘書 所以個別學者的生計 跟專業名望 對就會開始有一個影響 這就是學法 那他1959年就講了 我的意思是說 學術圈基本上 還是受到社會的影響 還是跟社會關係緊密的 扣連在一起的 這一點 舉例來說 如果你是一個女性的科學家 這西方有些調查出來 你是女性的科學家 那麼一般說來 你的工作屬性相對於男性是比較堅困的 譬如說 你一般人的指導老師 可能相對是比較不有名的 然後 而且通常是女性 而指導老師對你的學術生涯 也會扮演關鍵的角色 你們知道這件事嗎 如果你早說指導老師 他說 他做邊緣 你也一直邊緣 你知道嗎 你如果出去了 就知道了 所以 你也會跟著上去 其實學生 心中是血量的 就是在利益的這個問題 好 所以 像博士生說聲也好 或者指導老師都是大師 為什麼大師 如果我最近追求真理 換一換老師就沒關係 你神經啊 你換老師幾年可以畢業對不對 方丈心也很小了 然後 你這個 換了指導師 你如果換到一個更邊緣 那也一起完蛋 好 所以 讓女性而言 譬如說她可能會 會因為 懷孕啊 生產啊 會有暫時性的學術生涯的退卷 那 這個狀況 我們學術生涯不一定會 所以 有點 給她更好的鼓勵 製度上的同情 基本上就不會有 我的意思是說 從來不存在一個 受到特定社會影響力 影響的 學術真空 沒有這件事 我不 不認為有 那這在 科學社會學裡面 曾經有一個人 叫做莫頓 如果讀社會學人 聽說莫頓 稱之為莫頓主義的 他基本上是一個規範性的 認為這樣是對的 但在現實上 一個獨立自主的空間 可能是沒有 那我認為學術圈 總是受到各種 特定的認識關係 權力關係的介入跟影響 我們應該這樣來看待 所以 評鑑系統 或評鑑體系 它包含了 大學評鑑 教育部推動下來的 系路評鑑 系索評鑑 那以及教師評鑑 對老師個人 以及對 老師 觀點更強烈的 就是現年升等 升等制度 這些都算一個 Evaluation System 就是 去評價你的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 並不存在於 我說的 這個系統 不是存在於 在真空之中嗎 它就是 或是說 我們的知識生產 不存在於真空之中 而是存在於 這個特定的評鑑系統 這個特定的評鑑系統 是有它的社會意義的 有它的社會脈絡下的 那就是剛剛後敏講的 這個 評鑑系統內在邏輯 就是一個績效管理主義的邏輯 這個績效管理主義 這個績效管理主義 是從1980年代 新自由主義裡面 逐漸從西方發展出來的 把市場中的績效管理這個概念 拿到所有非市場的理率去 教育就是其中一個 教育就是其中一個 那西方 蔓延出來的這種 績效管理主義 到我們台灣來 這些人也 心難接受 就是跟後門批評的 朱敬儀 這些人 他們也就心難接受 完全不需要批判 不需要分土化 都不需要 就直接拿來就用 是我們在當中的狀況 那 所以它強調的 就是如同市場 市人企業裡面要求的 你要有效率嘛 對不對 你品質要 商品的品質要好 然後你要 生成的跨 然後你最後會 會最終獲得利潤 但我們大學怎麼去 把這個概念 整個移植到大學裡面來 怎麼可能呢 因為我們學術分科 其實相對是非常細的 譬如說我研究 勞工研究 其實我對其他社學領域 就真的有點不熟 就不敢亂講話 那 當然現在有很多院長 都覺得他們管大學 他們什麼都懂 真的很厲害 好 問如何 在我們大學裡面 這知識領域相差非常大 怎麼樣去利用 他們怎麼去使用 這個績效管理主義 就變成是直接看數量 那利潤怎麼辦呢 利潤就說 你從國科會那邊拿到多少補助 就是這樣 那在我們學校裡面 就有產學合作 產學合作也會有利潤進來 那 跟教育部或科技部 身體都要補助也是你的理論 那你的產品就是你 paper的數量 所以他不太看你的值 因為值看不太清楚 因為學術分科的關係 所以他怎麼看你的量呢 就是剛剛 某民及葉豪老師也有提到 所謂的期刊 就是這樣 所以期刊的數量變得最重要 那 如果你是一個聰明的學者 你可以把你本來要寫的一本書 拆成五六篇期刊 是這樣沒有錯吧 那就很好 很棒 你本來一本書你的架構會變得宏大 然後你的視野寬厚 你必須這樣常寫一本書 應該在邏輯上 那 你現在為了要 快速的有量出來 不然因為你會被幹掉 學校會幫你解僱嗎 那 你有想過嗎 職業念到大學 當大學教授了 他從小都第一名的 那個 弄到第一名 然後令人不是 然後最後在大學裡面被幹掉 你知道這個 多恐怖嗎 那 在這種意義下 我們是不可能 我不願意被幹掉 所以他一定是往這方面去走的啦 所以絕對是這樣 就是完全是PickPay本書一樣 那 我們知道 SEI也好 SSCI也好 或這些資料庫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東西是很多 我不是否定那個資料庫空 資料庫可以透過我們的社群 我們去搜尋它 知道 這個主題 因為那個關鍵字呢 這個主題 它在學術圈裡面 曾經 比如80年代 大家都研究什麼主題 90年代 大家如果研究這個主題呢 於是我們透過資料庫的分析 就可以知道 研究主題的轉變 這是有意義的耶 對不對 所以它的意義應該是說 我們收集越廣的期盼越好 對吧 越多 我們就能知道學術的變遷 我會比較能夠去理解說 這些既有的研究有沒有被更新呢 它是一個知識社會學 去考察知識的一種工具 簡單說是這樣 它是一個龐大的Data Base 讓我們可以去考察知識的流變 應該是這樣說 譬如說我們研究 哲武從第一年到現在 它有什麼主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主題的改變 資料庫就是這樣 所以它意義在於廣 而不在於我們台灣設定出來 它是所謂的排行法 那完全是錯誤的 完全是亂七八糟的 亂 好 好 那但是呢 這個東西又 對管理者而言 它是方便的工具跟手段 所以它是直接拿來做為 管理我們的一種工具 管理我們的工具 就是發表多 在某種資料庫裡面 那裡就是了不起的學者 那至於你內容學得怎麼樣呢 不見得認真的是搭配的 譬如說你有一個很有insight 就是很有觀點的 你可能是發表在 呃 隨便一個網路企壇上 隨便吧 就是天下獨立評論 你可能很有insight 那有什麼用 你跟社會有很多的對話 但是你就是沒有在這個資料庫裡面 那要怎麼 你就完蛋了 這個人就被視為沒有價值 而且這個沒有價值不是說 只有學校的院長或校長 認為你沒有價值 最後連行政人員 職員都認為你沒有價值 職員都會說 老師你最近都沒有配合發表 那他就說 我怎麼會這樣 就把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拿著 你的發表出動 對你知識點點的 就是展成這些 然後學生也會說 嗯 是不是要跟這個老師呢 因為跟這個老師 恐怕將來不會有什麼好處 那博客會說 拿不到 我又找不到 我又沒有工作 那我不能當他接著的助理啊 沒有工作 對不對 而且他搞不好 人際關係不好 才沒辦法發表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我將來要口試的話 他可能也找不到好的口試委員 你知道嗎 那 所以你就 這裡可以鼓勵 如果說你的研究 如果是邊緣性的題目 可能是非常有創意的喔 但是你是邊緣性的題目 你跟主流的期刊想要的那種東西不一樣 你會更邊緣 你會更邊緣 那我感覺到 呃 在社會科學裡面 尤其是我們的社會學 呃 念理論 是相對變緣 念理論是比較變緣 然後 譬如說他花了一輩子 鑽研一個理論家 那 其實可能 大家不喜歡嘛 大家希望說 欸你為什麼不去做個量化呢 為什麼不去做個甜點呢 那 就這樣 那他的甜點就是 就是五分 那 那就是社會就不接受 我們這個大學其實不接受 好 那這一個制度 於是產生了一些效果 我來講一下他的效果 就是老師跟學校都產生了排行 學校的排行是因為 如果你有這些 這麼多的成就的話 你似乎可以跟教育部拿到更多的錢 其實教育部也是這樣在分配經費 所以他動輒跟上億 十億百億的經費整個綁在一起 因為他是跟整個學校的整個 大學評鑑整個綁在一起的 所以 他已經不是單純的 這種 學術成就的問題 他跟經費綁在一起 於是他就跟校內分配經費的狀況綁在一起 他就跟校內的權力結構整個綁在一起 OK 好 那 最後的狀況是 老師也用這個來自我規訓 他突然就說 我這兩年好像都沒寫什麼 paper 其實我參加公安到現在都沒有寫過 paper 我寫的 paper 都是發表在什麼 巷子口 社會學 網路上的 然後一些奇奇怪怪的評論 然後高校公開的大學快報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算了啦 唱唱儀器啊 就這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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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是 內在的這種自我規訓其實是最恐怖的 因為這一旦你深入之後 你會影響你的學生 我今晚聽過很多大學老師說 我學生很不錯 他現在都申請到科技部機劃 我心理就 created 他自己就出來了 你自己受害就算你還要徒底下一個 他說我學生事情到國王國科科計畫都表不起 然後來應徵我們學校設法所 有時候來應徵要考試嘛 今天碩士班的 你會說他大學有多少國科科技部 我說這不是你這個人的價值所在 神聖的價值是這些 好 那校內的權力成績奮化越來越嚴重 我記得以前沒那麼誇張 現在一個教授副教授 對你知道我就是台灣的學術之詞 就是我們的助理教授 每一個人都跟歸書紙一樣 就是不敢講話 在校內都不敢講話 每個人都安安靜靜的 就說欸站出來嗎 那現在同事什麼運動站出來一下 我還沒升等耶 所有事情都跟這個有關 真的所有事情跟這個都有關 我上次遇到一個朋友他還沒升等 我說欸現在台中反空要出來 說我們現在最好乖一點 最好乖一點 我們培養出來的PhD 在大學裡面工作耶 他竟然心理上內在說我最好乖一點 你這不是開玩笑嗎 我們剛好教授就是這樣完蛋的 最好乖一點 完蛋 我們就是最弱 我也沒辦法跟他們說什麼 我說好吧 那你乖一點吧 是不是這樣 好 那一個陽春的助理教授 他所承受的壓力其實非常大 非常大 不是綠色之鎮嗎 那綠色是怎麼沒關的啊 那綠色是怎麼沒關的 那綠色是男朋友 那綠色是男朋友 好 那綠色是男朋友 那綠色會不會 我一個綠色會不會 我一個綠色會不會 讓我很生氣 這是 好啦我再講一個就是 這種非預期的 品鑑制度的心理效果 讓寫作跟研究產生了濃厚的功利主義 那你每次在想一個題目的時候 這是真的 因為我太太也在大學教授 我們都感受到這種真實性 就是每次要寫paper的時候 他都心理上會重複反覆自我指問說 我這個東西可以登得上嗎 他不是為了興趣 為了是要追求的東西去做的 每天我當作自我指問 然後發表就每次不斷自我指問說 這個期刊現在編輯是誰 就是這樣 好 那碩伯士生沾染這種風氣之後 那他長期來看這個現象 都有在我男生 就是整個爛到根子裡面去 爛到心裡面去 所以你心裡面這個力量 沒有辦法去對抗他 那你就 我們從內在就自我失敗 自我失敗 沒有辦法去對抗他 那我想要講的是說 我並不認識我們是可以回歸到 或是可以想像成一個烏托邦的 跟社會隔絕的大學空間 那一種知識生產方式 我認為至少在社會學的分析裡面 覺得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反而不要去 我們反而應該更有自覺的 知道大學應該站在什麼樣的價值上 他怎麼樣面對社會 怎樣自我定位 而不要想像說 你跟社會不勝 因為這本來就沒有不可能 所以反而要更自覺的說 我要站在哪裡 這才是對的 那我認為 如果要抵抗到整個高教這種 新自由主義化 績效管理主義 那 你要 你要思考你 你怎麼辦 那我很粗糙的 這真的很粗糙的 我認為我們應該是要面對整個 整個社會的進步價值 所以我們要站在一個進步價值的意義上 來思考高教育 那 畢竟 整個社會 花了那麼多錢 養了這麼多的大學 養了這麼多的大學老師 讓我們去教育學生 讓我們跟學生互動談的問題 我們應該要站在一個 跟進步價值有關聯的地方 然後去跟社會對話 這才是我認為的大學 這應該是這樣 那我這不單純只是針對人文社會科學來講 我認為 所有的學科都應該要有這樣的一種想像 那我舉幾個例子來講 譬如說像公投 評選公投 黃隊選公投 黃隊選公投 我示範了對不對 那 四星大學 只是有一些學生就送料 就掛那個菜 你騎出來 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上是對的 為什麼 就是你要彰顯這個大學的價值 可是大學的價值是站在捍衛貧窮的地上 至少是 對不對 那我昨天晚上聽說 那個學校有想要去半年頭拆掉 那 那 我想說你拆一看 你拆一看 沒關係你拆 那後來好像 經過溝通還是怎麼樣 因為那些一些我們學校的同次社團去掛 那 好像經過一些溝通 就是學校有想要撥動 就讓你掛 那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那 另外就是校園裡面的內在的民主 學術上的自由以及內在的民主 譬如說現在階層的話 這些東西應該是被挑戰 那這個其實是 培養校內的 校園生活的民主性 這個對社會其實是會有好的效果 那譬如說學術自由這件事 譬如說勞動權益 這些都是進步價值的東西 我們要想辦法去保護它 那另外一個就是對於 所以我們既然是有社會而來 我們 這都是大家納稅型的說真的 那 應該要有一些對教育公共性的堅持 應該要 反對教育自己本身被商品化掉 被私有化掉 那 應該 譬如說至少對於高學這種補償應該還是要存在 要把教育當作社會公共的事業來做 那另外就是說 大學應該跟社會 或者是跟市場 保有一個理智的距離 這是我認為的 保有一個理智的距離 因為我們是傳播學校 就是傳播科系比較多的學校 那 有時候 開學的時候就會找一些 媒體的CEO 來我們大學給大學生做演講 那你是不是開個玩笑嗎 我們學校大部分的老師都在罵這些媒體 那你找一個CEO來 大家給他鼓掌 說這是我們偉大的效果 不是 這不是偉大的效果耶 這是殘害我們社會的媒體人耶 對吧 這些媒體三星社的亂報的 全部都是這些人幹的 那你還給他鼓掌 你應該去批評他才對 對不對 我就說 我們應該跟大學應該跟社會也好 跟企業也好 跟市場也好 保持一個理智的距離 去看待社會 去理解 然後去 甚至去改變它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比較進步 保持一種距離的方式 所以 有進步價值的堅持 公共性的堅持 跟市場還有社會保持一種距離的這種原則之下 我們重新來探討 所謂的評鑑應該是怎麼樣 這樣 那我想我們提的是說 評鑑的廢除或改造應該是要從民主的程序來思考 因為過去是由上而下指定下來 你要不要當大地人都沒有 那 現在我們再重新思考 怎麼樣的評鑑如果要保留的話 那他對我們有什麼樣的好處 由下而上的好處 舉個例子來說 其實評鑑很花錢的 學校是要找人來的 那是要花錢的 那我說 那你花這些錢為什麼不讓老師自己去找 我會願意 我會願意說 學校 你給我錢 我去找一個人 sit in 在我教室裡面坐在那裡聽我上課 沒關係 你就花錢嘛 你不是請他來演講 你才能看我演 看我上課 然後 他提供我意見 他一定 OK啦 他來評價我 其實你這東西講得不夠好 這可以再怎麼樣怎麼樣 這不對我有幫助嗎 為什麼不這樣幹呢 那這個是我在我領域裡面 我可以自己去找人來 這是由下而上的 我願意這樣幹 我願意提升我自己 那之前我們學校也有一個不錯的節目就是 有一個老師上學 他教的不錯 他學校是會考好 白錄一下 他就放在網路上讓我們去看 那老師真的厲害 沒有看過那麼厲害的老師 我覺得我從那邊學很多 他們當然因為他記憶很好 他每個學生的名字都記得 所以學生跟他沒什麼距離 然後 他上課的時候講到一段他會知道哪一個學生 他可能在這個意義上他回答會比較有意思 會這樣 然後他會請這個學生來回答 會學過 是真的是一個很棒的老師 那這個就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好的系統啊 那我們可以去觀察嘛 然後去學習嘛 這樣 好 那 除了這種由下而上的 這一種 程序跟民主原則應該要被見識之外 我們同時要去辯論說 我們校的是什麼 什麼是教育的公共性 不同科系它的公共性是什麼 那我們跟市場的關係是什麼 那這些辯論必須要 最後必須要深刻觀念到我們一個學科 他自己內在的意義 那我覺得這樣我們的 呃 這一種所謂的評價 這系統評價的制度 才會真正變成我們提升自我的工具 而不會變成是一個壓迫我們 讓我們不得不服從一些 沒有用的 形式化的 那 是最後會喪失工作 失去工作 熱情的 這種 由上而下的評價制度 那 呃 我的設想是程序上 一方面是要由下而上 那另一方面是要內容上要經過 呃 不同的辯論 那才能夠呃 呃 那我最後 最後講一點 在這整個評價制度裡面 有一個現年生等 我是04年回來 那時候不適用現年生等 那再過幾年 08年以後 四星大學進來全部適用現年生等 這樣 好 那這個現年生等 那對老師壓力都很大 因為他一方面要評鑑 他不是最後就不會評鑑 那欣欣教授他附助一下 三年就要評鑑 五年要生等 就這樣 好 那所以壓力都非常大 那 呃 工會成立於2012年 就致力於去廢除現年生等 那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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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武大學被我們廢掉了 就是我們東武大學有分部 高教會有分部 那 應該算是棋型 應該是發動棋型 就是 在校會裡面 就把它廢掉了 好 那廢掉之後學校不甘心 嗯 他就想要再 評鑑制度再 再運動得更恐怖這樣子 那現在還在抗衷中 就是 也不是說 在校園的抗爭經常 不是像外面 你看到那種 就是站出來喊 不太像是這樣的 那呃 那呃 那有些失敗案例 像四星大學的副教授 本來是五年評鑑一次 那被改成三年評鑑一次 還溯及既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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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校會表決輸啊 就是我表決輸他 我講半天輸他 沒辦法 對 但是至少我也有一些票 這樣 自我安慰一下 好 那呃 呃 呃 有些學校 他的 呃 現代升等也也有被廢掉 但是他把它轉成 像我剛剛講的動物 他想要轉來 在評鑑裡面加強強化他 齁 有這樣的一個現象嗎 所以呃 他也不是都永遠不動 他會變來變去 動來動去 那我們就是想辦法 公會想辦法就是說 以現在的制度框架 法律框架 在校園裡面組織分布 然後在校委裡面提案 這是一種方法 那呃 如果人數過多 就有可能把它改變掉 那如果改變不掉 是因為他人數過多 且不公平 全部都是行政人員 我們去改變 我們就去改變 學術主管的領選辦法 讓學術主管 出勝 會是以老師的利益為主 而不是以校長的意識為主 就去改他 我們就是想辦法 跟他亂玩就對了 那看他玩得怎麼樣 就是 看就是 呃 我們共會的 會員的支持 以上 謝謝大家 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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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口説啊 就是 剛剛妙芬老師 談的那個憲政跟學術的關係 基本上 設計到的是 我們把原本很好的 利益良善的大學 制製 這個想法 非常勿用的把它 呃 實踐成 每個大學 自己可以關起門來 怎麼樣的惡搞老師都可以 制製 變成是我關起來 還出去打孩子 啊別人不能夠問 這個跟我們原本的宗教法 原本要推動宗教法是一模一樣的 精神一致 然後啊 然後啊 就是 關起門來打也就是說 正亮老師剛剛跟我們講的是 其實這個評鑑已經搞到 就是一整個校園 其實它是一個社會的縮影 有權利結構 然後有規訓 自我規訓什麼等等這些都有 甚至呢它還是一個江湖 非常非常的可怕 然後啊 從江湖呢 就回到 就回到後名老師這一邊呢 這個新自由主義帶進來之後 它意味著就是 我不管你是哪一門派學的功夫 來到了學校之後呢 你可能會刀 會槍 會尖 會拳 我不管我只要你耍棍 然後你耍不好棍的 你全部都給我滾蛋 你全部都有問題 然後逼迫所有各門各派的人 全部都要改成 某一 某一個門派 喜歡的 或慣用的功夫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玩的 然後就是透過這樣的方法來 證實 非常非常多後面的 心境的老師 或者是 各種的 恐怖統治 大概是這個樣子啦 好 好 那 我們現在開發 讓大家來提問 就是 如果要不要拿關切的 或是慰問的 或者是 要批評的都可以 我們先第一輪先開發 OK 這邊 這邊 各位 觀眾大家好 我覺得台灣邪術界還沒有進 就是說整個大寫自治的寡字化 還被這個行政獨裁來限縮邪術的治癒 那這樣的話 邪術界應該 推動一個 邪術的公投 由下而上的一個 全力的公投 然後形成一個委員會 可是委員會 如果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還是回到 邪術公投 而且各校可以獨立來運作 這樣整個台灣邪術界的 自由性發展 就可以 達到一個 驅動力量 那定期的修改邪術自治的基本法 那這樣整個 邪術界的活潑力就可以上來 就是說 法制化方面 要來解構行政的獨裁 控制整個邪術界 形成這個邪法 影響台灣的邪術界 謝謝 好 謝謝個評論 老師 謝謝 我想問的問題是說 因為我認識的教育大陸是李光 那李光好像是另外一個狀態 雖然他沒有碰 可是聽到也沒有談到 然後 可是我另外還有一個想法 我們從極深來反省 在這個制度下難道沒有得力的人嗎 除了是外國學者 有啊 台大有一個女教授 他有一個女教書 他有一個女教書 他就外國平衡 沒人就行陪陪 這不太多 我2014年我就看你爸的 然後 然後 來到這個制度之下 沒有得力的人 我也有國外就說 他就是用很好 我們可以回進了材料去 然後他接下來 學校越好 就找我們好 去做生 說13想要畢業 然後他每天晚上1.3週 可是被他逼到跟他瘋掉 可是他就變成一隻生 然後他不到7年就拿到教授 而且是小玉紅的制度 這個制度一定有得力的人 那這些人其實很重要 然後 你說得意的人 是說也有促成一些傑出的學者 我不敢說傑出 但這些人一定得到一個好處 就他不知道他這個制度不會害後期 那第三個我可能比較想 就是從我們側翼的觀察 就是說台灣的教育 媒體還有經濟 其實不管正常什麼東西 好像這20年來都是固定有限 而且其實 台灣其實在政治上 我不知道老師應該有觀察到 重要的這股官 其實不是大學教的時候 是怎樣的 所以指標器的人會是股官 股官 我跟阿明說定不出來 因為很大 我定不沒關係 但是我從一大學到現在就發現是站這樣 然後他 他就是可以在很多職位裡面 都是他這樣 而且他其實影響力很大 比如像我現在學校的學生 從去年開始70個出國 心理會破關 然後我班上最優秀的學生 整批整批都要出國 都會管 管 他的學生回來 也是我們學生回來講 他不喜歡 他會怎麼樣 新加坡 然後大批送 反正那些事情 好像又大 然後讓你這樣直接 然後讓小張到台大多學 然後直接練習 然後我們有六七個 七十幾級溫的二十五週 然後給你們就直接開講 你不想你去嗎 你多少行程可以去的 多少行程可以去的 是這樣開講 那學生大陸一直跑 那這個也是他 某種 我個人計畫的 我說要好的學生 也是這樣 也是他個人的政策 所以我很好奇 那這個結構 那第三項目的主要 為什麼行程 嗯 OK 好啊 嗯 還有 其他問題嗎 嗯 OK 我們再接 因為 聽到三位教授 可能請教我 很感謝 但是因為我是理工科輩 所以可能 對諸位講到的問題 我體會不是那麼深 但是我想講一下我現在就是 就是 即便遇到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我說不是教授 就是說不是說他沒有通過評鑑 而是說 他在就是說 指導碩士或者博士的過程中 就是造成 比如每一年就是 就是碩士不能按時畢業 或者說避到學生要跳樓 或者說學生要換教授 就是貴刁難學生 就是 就是對人不對勢 就是有這種行為 就是 我不說他無辜的 就是 但是對於這種教授 現在我沒有任何辦法 就夠說 淘汰他 或者 另外一來就是 已經通過 所謂Tennial Track的 副教授 或者鄭教授 從別的教授過來就是鄭教授 他就是說 一個人也是不能畢業 然後他會做一些奇怪的題目 就非常邊緣化的題目 但是說 就是 每個教授都不喜歡他 但是他不能把他 就是不能淘汰他 就是這幾個原因 第二個 剛剛 你講到 論文 一百五千字這件事 我只說 這是我們博士論文的字述 我們博士論文英文大也就是 英文七八千字 我騙你博士論文很少抽兩個字的 謝謝 這個簡單的 雙方就是 英文 因為我們英文寫 對 剛剛妙芬老師剛剛在講的是 期刊論文 那 如果是加點文社會科學 而且期刊論文 國外的期刊 是六千到八千字 這是正常 我們不是說畢業的論文的字 對 但是我們 可能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發 我們根本沒有發出論文 我們全部發出論文 因為我們 通常 雙配合就是 一千字兩千字這樣 對 雙配合大概六千字這樣 對 所以 所以跟妙芬老師講的是不同的案子 但是 但是 您剛剛提到的 就是 很習慣的是理工科的領域 然後跟 我們 再做幾個老師 人文社會科學的 有一個不同點 我覺得 這個不同點 剛好是 我們台灣 在做 評鑑的時候 完全不會理會的 這一個不同點 因為呢 如果你是 自然科學 你全世界哪一個地方的人 研究的都是我們 統一的地球 可是 人文社會科學 你在研究的是 你不是全世界都在研究一個美國 對不對 這很不一樣 如果你要研究在地 如果你關心在地的話 就有在地的議題 關懷 就很不一樣 所以 研究對象的不同 這件事本身 其實也應該要等同於 我們在思考評鑑的時候 應該有不一樣的制度 那 剛好這個就是沒有討論的 還有你剛剛提的那個議題 對於老師 就是那不是任老師 這個怎麼辦 那剛剛就是 剛剛在座的三位老師 就是 並沒有去談到這一類的 非 非 學術 或者是 應該說非 研究之外 應該說研究之外 的這一類不是任的狀況 那幾個老師可以補充 所以我們現在有 有三個問題 還有一個的 評論 那我們就是 先請三位老師 就 說 同時開始 做一個階段的回應 其實學術圈 的確就像阿亮講的 他 他其實是個社會的說音 成為大學教授 並沒有道德品格 就比較高尚 所以 也會有 老鼠死 然後也會有 其實他真的很傑出 所以 這個制度對他而言 沒什麼困難 甚至可以讓他獲得更大的利益 這個我相信 我相信 那 坦白說 但是 我們為了要讓 其實重點應該是把 不適人幹掉 因為其實坦白說 那些如果真正優秀的人 你不用給他那麼多獎勵 他其實那個學術的內在動力 就可以讓他一直 一直去求知嘛 所以重點其實是在處理掉那些老鼠死 這個制度本來的用意是這樣的 但是我會說 現在的情形是 為了除掉那些老鼠死 他讓所有的老師一起接受一套 很僵化的制度 大家一起培葬 那所以 有機會 變得優秀的 也會在這個制度下 就很像剛剛說 好 我想研究台灣 可是我被逼人要去研究美國 類似這樣子 所以 有機會 往上提升的 一起陪著這顆 我們極力想幹掉的鼠死 一起陪葬掉 但是更細部的來看 我覺得 你剛剛講的事情應該很明確 就是說 好這個老師好像很糟糕 應該可以幹掉 但是我坦白講 像剛剛那種情形 我們現行的學術評鑑制度 也出力不到 對 所以 這個不是學術評鑑制度 本身可以處理的問題 所以 我甚至也 我也不會希望 要學術評鑑制度 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可以插一句嗎 是說 學術評鑑制度 因為我參考一下美國 他們會有說 在DanielTrack的期間 說我要畢業多少的同事辦的學生 或者說 我畢業多少的碩士 而且 進行不適任教育 他學生不能畢業 現在他有一個明顯的問題 對 不過 如果以這個問題 本身也很危險 我 我為了要 那個 和服務鑑標準 一直放水 所以 所以我才說 其實有些事情 他不是 制度能解決的 那我反之 我記得我們前一陣子 知道 日本 一個德諾貝爾講的 那個老師 他說他 幾十年來沒有Paper 那 那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們用一個 很僵化的方式 設想他就是一個 不適任的老師 然後 他可能就很早就幹掉了 所以我 我 我 最後我想 說一個 我對學術活動的看法 就是說 其實 剛剛可能不太知道 scholar這個字 或school這個字 它的原始的意思是什麼 它原始的意思是 閒暇 欸 就是這個字 你去查詞點 真的就是 它的字緣的意思就是 閒暇 那其實 你去想像一下 當時那個 蘇格拉底 亞里斯多的 他們那些人是什麼 那些人是貴族 然後也有 奴隸幫他解決掉 生活的事情 然後他們可以在 他們可以一些 一天到晚 問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 比如說 宇宙 宇宙的 有沒有盡頭 然後 我們真的活著了嗎 我們真的互相了解嗎 其實坦白講 這就是 就是學術 那所以 其實他應該是 步調真的很緩慢的 就是有些東西 你其實可能 那個學者 一輩子真的 沒做出什麼東西 或是他做的東西 一點也沒有用 比如說 一定有科學家 研究北極光 可是他只是 求知的好奇 就是我只是想知道 北極光 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這樣 那這個東西 有沒有用 其實我不知道 我的意思說 學術的意義 應該 最粗 只是這樣的 但是 我先拿來比較 可是現在的制度就是 剛剛講到 幹掉老鼠死 這個制度沒有嫌響 現在變成嬉笑 求快 然後 再來是 剛剛 是求知 現在是求發表 求發表跟求知 不太一樣 所以我可以把一篇paper 切三篇 這個其實在理工的很常見 對 因為我跟理工還是有點接近 就是 這很清楚 就是他們會把一篇篇切三篇 這樣子 那 然後呢 我剛剛的說法 好像意味著 學術可以對社會 不要有貢獻 好像是這樣子 那 可是我要講 有時候那個貢獻是慢慢來比較快 迂迴比較直接 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那些貢獻是 是你在想一個大問題 然後最後剛好 切合到這個社會 就發生貢獻 就如同那個諾貝爾得獎的 研究 其實他可能一開始也不知道 看到的東西 會 會有重要的意義 其實那只是一個求知 但是 這樣反而 對我來講是慢慢來比較快 迂迴 有迂迴的可能 有時候比較直接 反而 我們現在這個制度 做出來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大家急著 好像要有貢獻 可是我坦白講 那個做出來的貢獻 是對自己的薪水 跟對自己的地位有貢獻 其實真正的貢獻 是在這裡 他也還是不會去想到 要對這個社會有什麼貢獻 所以我 我其實 最後一個答案就是說 我知道 我這個想法 可能沒有辦法 真的把老鼠屎幹掉 可是我要提醒 就是為了把老鼠屎幹掉 我們付出了非常大的代價 所以我 我不是很平鑑 我會說 其實那個平鑑的標準 應該是波緣的 讓一些人有些空間 其實我的老師輩 有些人他其實沒有什麼好的學術研究 我現在講就是社會學家 那個年紀再大文輩 有些人其實沒有什麼好的學術研究 可是他在社會改革上 其實大家猜不猜可能知道我在講誰 就是說 他在社會改革上非常有貢獻 那我們學術界要不要留下這種空間 還是說 都把大家 就是我剛剛講 研究啊 服務啊 教學其實都不重要 然後大家用同一個模式把它 匡限在那裡過去 對我來講 我會學的那個代價太大了吧 好 謝謝 我講幾個 就是針對我的環境 我講的建議就是 正式說拋出來大家討論 並不是說我已經想好了 但是確實國士班 我們現在高校環境非常低落 我當然不是說要三根要一句神嗎 就是要留出高校人才 那如果我們不重視博士生 你知道博士生他願意再一步一步一步 我當然知道就是說 有些學生他可能博士生的素質 我不知道是如何 但是要設立博士 博士班其實是經過很嚴格審核的 不是嗎 是要有一定的比例 然後什麼什麼 你現在 根本招數都招不滿 來得不滿 對 我是說不是要設立博士班是有標準 比如說性別博士班 在中央大學 他們有性別的師資專家 但是其實他們要設立指輩教育部副學 對 就是和中仁老師他們 好多年前他們就要設立性別的博士班 就一直沒有辦法 就要設博士班 然後前提是說你設了博士班 然後幾個大學又發了這麼多的精力 在去留住年輕人臺 像現在已經高中 就已經有精英的高中生外流 而且快速的問題 那包教真的是這幾個字在講 為什麼大家都沒有想到 我們的博士生是很大的人才能力的資源 那為什麼讓他們考上一流的學服 然後又進了博士班 然後又開始做專業研究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鼓勵他們可以有 以前還有講助金對不對 講學金 現在不是都取消做工作嗎 那與其服務 就是他們必須要克服人情 我們為什麼不設 這有點像回到過去那種 助教講師制 那我一直覺得 這個制度性的設計 有必要被討論 但是可能正就是因為 剛剛說的既得利益 他們 我發現同儕不重視博士班的學生欸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他們可以領固定的薪水 可以教書 然後教學又想想要對他寫博士論文 將來就業又有好的 教的好的 然後又研究好的 他們未來還可能就留在學術界工作 這樣不是一舉數的嗎 所以我不知道說這是我的班牌 所以妳應該講清楚 並不是說要利用博士生 剛好相反 是要給博士生更多的機會 然後又剛好可以是沉重的教學的 因為我們在教書 就實在很認真想要開課給學生的老師 通常你沒有辦法一個學期開這麼多課 有些課你還是會找學生去帶 研究生去帶討論 那往往大學部學生說 欸 研究生講的比老師好 你們知道嗎 沒錯吧 對啊 所以為什麼他們只能 他們領不到錢 然後 而且有時候都只有一個 研究生才可以拿到一個計畫學 那其實在大學部旁論的學生 常常是自動自發的 那不不用說博士生 絕對有能力上大學初階的課程 甚至上的比老師好 因為他專心在那上面 那我們為什麼不好好的善用這些 那玉山根計畫 說出來我今天重點主要是說 整個程序面建構一個完整的法治的 完善的法治程序 用這個來說服我們的國人 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現在在體制內奔鬥的人 就是說這些資源分配不公平啊 而且他是怎麼定的 都是上面的憂上而下定這些計畫 那他就是審核 審核也是一小批人 然後又是給誰誰給誰 那幾年之後他可能從美國回來 然後又回去美國 這樣根本對我們的高教人才的 培育根本沒有幫助 更何況 你如果真的不重視野就所做過事實在教育 就算現在高中學要推什麼 哲學教育課程要改進什麼選修 那你的人力從哪裡來 對啊 現在的私肢 根本中學的私肢 他們過去沒有教性 沒有 甚至沒有上過性別 你像他們上同志教育 家長會放心嗎 我覺得因為公投的意思 真的就講不完 那整個畢業論 還有整個家長也對你 能夠上性別的私肢 你上出來的內套是什麼 他也不放心 那那些如果都沒有研發 沒有一套好的 對 善用我們現在的這個研究室 然後慢慢規劃十年五年 十年二十年再做 那當然這邊會永遠都是打學活 這是針對國士班教學為了 可以快速直接回應嗎 可以可以 我剛剛說的是說 如果你剛剛講的話是說 你希望能夠有更多資助博士生的管道 並且讓博士生可以由他 或者是將上校方來做基本的門檻篩檢 讓他們有能夠去大學部來監測的管道 這個我是同意的 但是如果你講的是說讓博士生他最有必須來 來念我國班 你覺得我必須要上什麼什麼課 比如說一門課兩門課這種義務 那這樣我是反對的 我覺得這個要跟博士生 還有跟現在的學生 甚至大學部年輕人廣泛的討論 這個會非常有意思 因為也許有的人認為可以 但只要是由下而上來定定一個辦法 讓大家可以做 而不是現在上面規定你考上就要給我上兩門課 就我覺得這個要討論 博士生不見得他們會反對 因為這可能是保障他們的生意 所以我講說你的講話的思想裡面 必須先講這個說教育本身這個專業 不是說一定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不是說你在這場就一定可以做 或者是說有沒有能力交是什麼意思 兩個意思 比方說你現在是教育法律專業 可是你也許可以有非常好的研究的能力 可是你也許沒有辦法跟你的孩子溝通 你沒有辦法跟20幾歲的人溝通 你沒有辦法把你腦中的思想 跟下一代溝通 所以我意思是說 我還是強調說您的剛剛的提議裡面 如果是開放選項 提供管道 並且兩方都必須選擇的 都有選擇要這樣做的時候才成立OK 但是如果你改成是 因為真的以結合了 你知道我忘記哪些學校 就是碩士班或者是那種博士班 他必須有兼助教 甚至就像你講要兼課義務的時候 這當然不是義務啊 對啊 所以你必須在講清楚 因為你剛剛的業務是可以或援助 所以我剛剛有講過 沒有沒有 我剛才有說是 我們的教學勞動 你就表示他是有錢的 這邊當然要給錢 所以我剛剛的問題非常的focus 就是你要做的是提供管道還是義務強迫 我剛剛的問題其實一直都非常focus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要快速回應 因為我覺得您的回應失焦了 我的問題非常的focus是 您提供的管道是option還是obligation 這是不一樣的 我從來我沒有說要加這個條件 從考上博士班 我沒有這樣講 我說讓他們成為支援教學的一個來源這樣子 然後還有說中研院就比較好嗎 真的這個要做研究人家真的比較好嗎 因為畢竟中研院他隨時內部都在討論 像他們的如果有興趣的話就是找他們的一些什麼 續拼生等長拼辦法來看 他們承認的指標性論文不只SSCI TSSCI 他們還包括什麼具有審查制度 國際論文跟專書論文 什麼什麼的這樣 然後是有外部委員 我也比較國外的一些新的他們的立法力 但確實是比較進步 而且本來就會比較有代表性 更好就是有女性代表 那個是學院或校的女性代表 其實今天議題我覺得從我的角度 我應該要談一下裡面的這個學法跟性別的關係 可是因為這個實在是太容易指到某些圈子 所以這個我真的就是寫少說再來寫好 比較容易成交 可以談 好那關於教師的工作權 特別是大學老師的工作權 我應該把它放在兩個極端來思考 那在討論說他的工作應該怎麼被保障這樣來思考 第一個是最極端的 因為我們會要保障學術自由 所以如果你能夠非常輕易的 其實在很多實際學校真的是非常輕易 比你想像中的輕易非常多 幾乎我們每天接到的個案多到一塌糊塗 就是被幹掉的老師非常多 那這些不是那種早期你想像中的專科身上 大學的那種後段學校可能都是講師 甚至沒有PHD 現在的大學老師很少 因為新進的大部分都是已經是博士的 那 他被幹掉真的是非常多 有些是不做的老師這樣 看的就知道是不做的老師 所以 那有一種說法是 為了要讓老師他的學術自由 這件事能夠被徹底保障 我們不應該幹掉那個老師 對吧 因為如果你能夠輕易在制度上把老師弄掉 那麼你有可能會順機學術自由這件事 但是我們不會同意嘛 因為我們比如說他是性侵犯 對不對 他在校裡賣毒品 這就是比較誇張 我舉的例子是教師法裡面 就是可以把老師幹掉了 那 的確是有些東西應該是不適任的 對吧 但是我們要在這中間尋求一個中間的平衡 你才不會滑到極端去 就說我很容易被幹掉 這是不對 你會讓學術自由消失 那 很難被幹掉 就完全幹不掉 這也不可能 因為他畢竟還是有犯罪啦 或是 特別是傷害 我認為這個是對我來說是天條 除了那些性侵犯毒 這類的事情之外 還有一個天條就是 透過權力關係 而不當的對待學生 因為師生之間的關係 是我們知識傳遞最核心的 讓我們在大學到底要幹嘛 教育到底是什麼 其實就是師生關係 對不對 這個才是最核心 你去損及這些 透過權力關係 去不當的對待學生 這些東西 對我們 這個我都很不失 好 那 任何的abuse exploration 剝削 這個不行 那 所以我們在 現在目前的法治的意義上 教師法法治的意義上 能夠把老師 已經有能夠把老師幹掉的方法 犯罪或者是違反評論情結重大道 跟犯罪可以 比例上可以去比較的那種地步 就可以把老師幹掉 那現在為什麼我們很多學校 不用這個東西把老師幹掉 你如果認為這個老師是不私人 他整天在那邊打混 用了30年的教材 你為什麼不用現在的教師法 把老師幹掉 為什麼 因為愛與顏面 你就會 因為愛與顏面就說 就要有人在教討會裡面提 三題三成題說 他真的不私人嘛 這樣 然後於是你就不希望 用這種方法把他幹掉 你就用什麼呢 就去定了一個 評鑑辦法 想要把這位老師幹掉 於是呢 這些在定評鑑的過程當中 他說 那我們就針對 新進的老師好了 於是你又幹不掉這些老師 那這不是開玩笑嗎 你懂的意思嗎 當你為了要那個顏面 而不敢真正面對你學術圈內部的問題的時候 你也沒有資格去操作這種評鑑制度 那我很不客氣說 有很多學校 甚至是非常好的學校 他把這個老師幹掉的原因 也許不是他 不是真 就是說他要評鑑 就透過評鑑把老師幹掉嘛 或透過現行成本把老師幹掉嘛 然後你去問他為什麼 他會說其實真正的原因是 因為他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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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只是利用評鑑 或是利用現延伸的 把他幹掉而已 這是表面上的 那我覺得你這真的 就是在玩 把這個制度玩死啊 你就應該正正當當的說 他到底哪裡不是的 根據我們現在的法理 你就可以幹掉他嘛 那你為什麼要 我也會說說的 去用評鑑制度 用現延伸的 去把老師幹掉 這反而產生爭議你知道嗎 因為他評鑑跟現生冷的 所有這些東西 基本上都還是OK的 於是說 郁佳是最何況不是 人家就出來說 我就真的是OK啊 你來看我paper嘛 對吧 你來看我的 我寫的東西嘛 我上課內容 也沒有插到哪裡去啊 就你反而 就現在學術就是這樣 我們學術就是這樣 你為了 不敢真正當面對你學術圈 內在而比 你反而繞過一圈 去使用錯誤的方式 那 把整個就完成 請問國家也許公平 中國公平之外 中國公平的 也許 唉 好 再來就是說 剛剛提到一個 如果老師特別去吊男學生 對我來說 這就是個事物 因為 這是不應該的 因為 這個關係本身 是我們建構知識或學術 最重要的一環 教育野者其實在這個議題上才會成立 我們可以沒有大樓 可以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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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化講座 對吧 我們可以只有在公園裡面兩個 學生跟老師 知識就可以傳遞了 但是你一旦傷害這個關係 就沒有 這個是怎麼樣 就是 其實現在在台大電機系 我們說哪一個所 他們招生都遇到這些 就是我剛剛說那位教授 就是因為他女生不好 就是他招募到學生 那些電影的規則 就是說保證每個教授必須 最低可以招募到學生 就別的教授 不過他招募滿了 縮減總的招生物 就縮減其他教授的學生 所以讓下一年他能夠招到學生 就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就因為他出現有一年 都沒有人找他 你說台大電機系 我不相信你就 你不講 已經非常非常 他也不能回答 我只說這個狀況是不是 大家都辭得很先 對啊 是這個 這個非常非常的細 然後 就是我們今天討論 還是在一個 評鑑制度所產生的影響 所以呢 還沒有到說 另外一個還不存在的 評鑑制度 好的問題 我是覺得 我們的小學 從我們的幼稚園都這樣子 難道你要把它高校 放到一個最頂端 頂端不是從下面開始嗎 那既然小學 幼稚園 張媽媽肚子裡都這樣 那你到高校 你也好不到哪裡去 這整個文化是一個 continuity 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不能切斷說 從高校開始去討論吧 他已經從 從那個小學一直升上了對不對 那要討論是整個文化的制度 對不對 可是這個制度 因為本身帶有文化性 所以你們講的這些東西 說實在的話 都是二三十年的老資訊 說實在的話 我在這邊猛滑手機 你知道嗎 就是說實在的話 我們在這裡也能不能去舉一個 譬如說 有一個人從文化裡面開始 然後去重新而生出來 你說什麼 什麼那個叫做什麼 rate steps bureaucracy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或者是那種 那種詮釋 我覺得或者是尊嚴 我剛剛看那個太老梗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有沒有一個例子是 是我們這樣可以這樣破骨沉舟的 這樣讓大家耳目一心一下 對啊 大家都在這個制度下狗眼殘喘 不好意思 不用不好意思 我也大家都這樣 好 但是我們只有有時間 有時間的限制 所以我也很殘喘 只能夠差不多到這個地方 但是呢 我最後想說一下 其實幾位老師有談到的是 就是我們是不是為了要防壁 就是防那個伊克勞夫斯 然後所以我們就要用了一個非常非常 就是說要求編織一個非常嚴密的 哇 然後結果到處就捆綁了一大堆 原本他可能也可以高飛的這一些了 不同的 研究的方向跟人員 其實跟我們的民主的確也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民主制度允許每一個人自由 然後平等 然後是希望每個公民都可以有理性自由的辯論討論 然後知道公共政策什麼什麼這些的 但是大家也不可能真的都這樣子做嘛 那其實呢 他是一個層意非常高的 就是他理想上是這個樣子沒有錯 但是其實實際上民主也應該是 允許大家耍廢買爛 他本來也是其中的一個部分 你讓大家自由 就會有人會善用自由 有人不會善用 那所以下一步你能夠怎麼做 可是呢 可不可以因為說有人會濫用自由 所以我們就乾脆不要讓他們有自由 那走到這一步這個極端 可能到最後會倒是非常非常大的反效果 其實我們也的確跟最後發言那位先生一樣 就是我們整個大水平建的制度 就是跟苗菲老師剛剛也提到了 這其實是我們整個民主轉型過程的一個縮影 那不管你認為那就是教育裡面是一個江湖或是一個宮廷 正環傳的情節也都在裡面等等 他當然都在 可是呢 我們怎樣去思考說要讓這個平建的制度能夠相對比較民主一點 而且至少不是永遠都是在上位者或者既得利益者或者某一個門派的人 他來決定所有先進的人員他應該要學什麼樣子的功夫 就是此類的 我其實大概最重要的是這一點 但是呢要維持住那一個自由跟多元 那我們又怎麼可能只是有一個單一的平建的方式 那所以並不是說不要有平建的 所以基本上幾個老師在談的是 也許平建它內部還可以 就是條文還可以生產的過程可能比較合乎程序正義 然後比較民主一點 然後內容上也許多元一點點 那大概就是今天大家在思考的一個目的 但是時間的關係我們必須在這裡停止 但是呢我們之後還有時間 大家都還可以在這裡待到 你們可以待到十一二點 所以 所以 凌晨一點當然也可以啦 還有酒喝有東西吃 所以呢如果願意的話 你可以待著 然後還可以比較 inform我的一點 比較非正式的問緊的老師 你們在意的問題也都還可以 但是我們正式的主席 今天則有活動就到此為止 那我們還是再度謝謝三位老師 謝謝